在家里怎么养好天堂鸟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天堂鸟应该怎么养 天堂鸟也叫做鹤旺兰 是经典的家庭绿植啊 大家买回家的往往非常的硕大 叶片宽大 苗也很大 这样的苗呢摆在家里非常大起 而且绿油油的生机勃勃 很好看 许多人都爱养 但很多人不了解啊 天堂鸟的习性啊养不好它 一养就出现大面积黄叶枯叶黑叶 甚至不到一年把它养死 真的非常的可惜啊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天堂鸟的习性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应不将详细的解答天堂鸟各方面的习性啊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天堂鸟的盆栽 我们来讲它的第一个习性啊 就是天堂鸟是喜羊的还是喜阴的呢 我告诉大家很多新手啊 他都喜欢把天堂鸟养到室内 以为它喜阴 这是严重错误的啊 连卖花的人都这样教你啊 他说这喜阴你摆到家里 这都是错的啊 卖花的人自己都不懂啊 因为他们想多卖一点钱 但是这样的养护方法会导致天堂鸟 由于缺乏光照啊 引起它生长缓慢 大面积的黄叶落叶 越养叶片越稀疏 长不密 只有在光照充足的条件下 这个植物啊 它才长得好 所以我告诉大家天堂鸟是一个喜羊的植物 是绝对不喜阴的 只有在光照充足的前提下 它才养得好长得快 只有在盛夏季节烈日啊 你怕它这个叶片上有晒斑 比如说气温来到38 35度38度来到40度 这种烈日下 可能叶片上会有点晒斑 都不一定有啊 只是有可能会有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你可以给它遮阴 或者暂时搬到散射光的条件下去 除此以外随便晒 你不晒这个植物长不好的 懂不懂 所以天堂鸟 它也叫鹤望蓝 这是一个喜羊花 不要再受骗了大家啊 千万不要再以为它喜阴 好的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习性啊 天堂鸟应该怎么浇水呢 那天堂鸟这个植物呢 我们主要要担心什么呢 担心它浇水过多 更会烂 为什么 它是草花 懂吗 你看它没有木头 那么不像其他的一些花儿尼养家里 它有个木头 它是草花 这种草花一积水就容易烂 所以我们浇水之前呢 最好用手了按压一下它的土壤表面 如果发现土壤是潮湿的 那就千万别浇水了 因为有水还浇就容易浪根 懂我说什么吧 那什么时候要浇呢 当我们用手按压土壤 发现土壤是很干燥的 这种情况呢 你就可以给它浇水 理解了吧 所以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就永远都不会接水 因为每次浇水 你都摸了土啊 是确保它缺水 你才浇水 懂吗 这样就符合它的水分习性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再讲一下 天堂鸟的土壤要求和换盆技巧 那天堂鸟这个植物啊 它什么土都能种 你路边的泥巴土 田园土也能种 营阳土也能种 但如果您是家庭盆栽 尽量用营养土种 为什么呢 因为营养土啊 它是人工配的土 它是高端土 更加的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 轻便不容易板结 所以尽量用营养土 所以大家在选购天堂鸟的时候 也尽量挑选 用营养土种的天堂鸟 为什么呢 因为商家啊 它节省成本啊 为了节约钱 它就用泥巴土给你种 它在那里养的活 你买回家是养不活的啊 一下子就这个板结死苗 懂吗 所以你买的时候 就尽量挑用营养土种的啊 这样的商家比较良心 他愿意花钱 懂了吗 好 说完它的这个土质 再来讲一下它的酸碱度啊 这个花是洗酸的还是洗碱呢 我告诉大家 它是洗酸花 懂不懂 所以我们在家庭养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它的土壤酸碱度 如果土壤过碱呢 容易大面积黄液的 尤其北方的花友 你们家自来水碱性更重啊 所以说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学会干嘛呢 学会给它的土壤啊 调酸 怎么调呢 在家里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我们把硫酸亚铁对水吸食1000倍 然后每隔一个月给它的土壤浇灌一次 这样就可以让它的土壤长年保持酸性土了 啊 理解吧 好 说完它的酸碱度 土壤的问题 再来讲一下换盆的问题 像天堂鸟这样的植物 大家买回家 一般都是落地摆的大型盆栽 这种盆栽一般就不需要再换盆了 懂吗 因为已经足够大了 除非你买的是我这种中小型的盆栽 那么呢 养到一年以上 根系长满了 可以给它换 但是换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 原来用什么土 你换盆就尽量选择同样的土给它换 不要改变土质 否则呢 它是很容易啊 不浮盆 容易死苗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天堂鸟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那天堂鸟这个植物呢 整体上对透气性要求都不高的 哪怕你是在封闭阳台 或者在室内养通风性很差 都是可以养的 前提是光照充足 懂吗 只要光照充足 通风性对它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但我们要注意一个技巧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室内盆栽嘛 你一定要靠窗 然后如果你的通风真的很差 那么每次给天堂鸟浇完水之后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呢 它盆内的接水啊 它就蒸发的快啊 就不容易出现什么闷根啊 浪根 这样性质的问题 好 再来说一下它的施肥的习性啊 那像天堂鸟这种植物 很多话有说啊 我要多施点肥 想让它开花 我告诉你啊 我们买回家的这个大业的天堂鸟 这个品种啊 一般都是不开花的品种 你怎么养都不开花 怎么施肥也不开花 这个植物它就是不开花的啊 它除非是养到它的原生环境 养到那种热带雨林里面去 它有可能养个十年以上能开花 否则在家庭盆栽 这个这个植物它开不了花 所以你就不要想它开花了 那我们要不要施肥也要施肥 施肥的目的并不是说促进它开花 是促进它的生长啊 加速长得更快 促进它的抗逆性增强 不容易黄叶 懂了吗 那怎么施肥呢 我们在天堂鸟的生长季节 跟非生长季节 我们可以用同一种肥料啊 这种肥料就叫做有机肥料啊 就是它羊粪肥啊 羊粪肥呢 它是有机肥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给它使用之后呢 能够增强它的营养 还能够改善土壤的土质 让土壤疏松透气肥沃 不容易出现板结 不透水的问题 用法非常简单 我们每隔一个月 往它的花盆当中 适当的买点羊粪 就可以了 一个月买一次就行 这样你的天堂鸟生长动力足 而且呢 它也不会说大量黄叶 也不会土壤板结 那这种羊粪与花 有担心说我在家里用会不会臭 不会的 知道吗 因为这个羊粪是充分发酵的 而且呢 埋在土里 几乎没有任何的臭味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天堂鸟的过冬技巧 那来到冬天 我们怎么去养天堂鸟呢 大家注意天堂鸟是热带植物啊 冬天是非常怕冷的 所以呢 它低于10度就冻伤 低于5度容易冻死 所以冬天我们都要在室内过冬 给它保温 这是第一要素 第二要素呢 就是冬天一定要给它加湿 因为它非常喜欢湿润 惧怕干燥 而冬天往往很干燥 对不对 尤其是北方花有家 留暖气更干燥 如果长期过度干燥 它很容易干尖 黄叶 卷边 这都是过度干燥引起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呢 需要准备一个喷水壶 然后呢 每天早晚给它的叶片 这样喷雾加湿 早晨起床 你喷一次 傍晚太阳落山喷一次 一天至少喷两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啊 干尖啊 卷边之类的问题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个技巧呢 就是需要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 它的生长代谢缓慢 削水量减少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浇水就要减少啊 等它的盆土干透 少量的给它补水就可以了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天堂鸟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 再见了